大家好 我是100年后的奥雷 今天带来魔界奇谈第二季的三四集 第一个故事叫赌局 克雷是一名狂热的赌徒 世界各地赌场他都玩了个遍 现在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酒保告诉他 这里有个叫弗兰克的人是赌博高手 克雷认识弗兰克 但他却并不把弗兰克放在眼里 因为弗兰克输给过他很多次 更何况克雷还赢过很多大人物 小小弗兰克可笑可笑 不过弗兰克始终是这里的排面人物 克雷还是决定和他玩玩 弗兰克这些年来赌输见长 所以他不认为现在的自己还会输给克雷 顺便还嘲讽了一下克雷被老婆戴绿帽 克雷因此对他恨之入骨 两人商定用头子一把绝胜负 输的人将永远离开这个州 克雷很容易就制出了最高点 看样子胜负已定 然而没想到弗兰克也能制出最高点 双方因此占平 这个结果激怒了克雷 他脑子一热 决定与弗兰克用俄罗斯轮盘来决胜负 在左轮枪里装上一颗子弹 参与者将轮流朝自己的脑袋开枪 输的一方当场就会见上帝 弗兰克鼓起勇气开了第一枪 结果没中 克雷虽然害怕 但人家都开了 他也不能退缩 和弗兰克一样克雷也没有撞上那颗子弹 剩下的几率变成了四分之一 在克雷不断的语言骚扰下 弗兰克再次鼓起勇气 抠动了扳机 这一次他又躲过去了 克雷看后只能强装镇定 然后不断地鼓励自己 我会赢的 这次他再次路过了鬼门关 现在只剩下两颗子弹 这一轮绝对要死一个人 此时一名准备停车的男子打扰了二人 二人立刻站到同一阵线 将这名男子赶走 在克雷的进行下 弗兰克咬紧牙关 抠动扳机 然而他还是没有死 这下克雷中弹的几率变成了百分之百 对克雷来说 临阵脱逃远比死亡要痛苦得多 所以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留下一言迎接死亡 然而没想到最后一发也是空的 不是枪有问题就是子弹 这下两人只能用别的方式来决胜负了 最后两人决定用扑克来分个高下 输一把切掉一根手指 弗兰克输后 克雷急不可耐的切下了他的手指 随后弗兰克又输掉了第二局 第二根手指也应声而下 两人都以赌红了眼 谁也不服谁 第三局输的人变成了克雷 我把你的手指还一根给你 这把算了怎么样 滚你呀的 我的手气来了 最后两人都把自己赌成了人棍 可即便这样 两人还是没有放下 不管怎样 两人都要赢过对方 其实赌博是没有赢家的 沾染赌博恶习的人 终有一天会倾家荡产 第一个故事到此结束 第二个故事叫 至死不渝 杰克与合伙人狼狈为奸 从某个有钱的寡妇那里 骗到了这里的地气 最后还害死了寡妇 两人没有任何愧疚 反而还在庆祝会上幻想未来 此时听众的大美人马格尔 引起了杰克的注意 在合伙人的介绍下 两人顺利相识 然而马格尔却不愿多聊 因为他很不喜欢这里 气候炎热又潮湿 食物也过于辛辣 总之这里没有任何 能让他看得上眼的地方 杰克正在尴尬时 一名工人突然出现 将杰克叫离了这里 原来这块区域 有一大片沼泽地 根本无法施工 刚刚还有一名工人因此送命 强行改造的话 需要大量金钱 这下杰克慌了 好不容易拿到的地气 竟变成了废纸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杰克注意到了马格尔 之前合伙人有介绍 马格尔是英国富豪 如果他肯投资这块地的话 一切都好说 然而马格尔对杰克 没有半点兴趣 连多聊两句的想法都没有 为了泡到马格尔 杰克找到了前女友 女巫黑珍珠 黑珍珠因为一些矛盾 早已和杰克分手 但杰克希望他能放下成见 多从商业角度考虑 在杰克的劝告下 黑珍珠拿出了特制催行药 滴一滴他就非你不嫁 滴两滴他将终身属于你 黑珍珠依然爱着杰克 但杰克早就对他无感 马格尔眼光很准 一眼就看出这里不适合投资 见此杰克只好动用催行药 杰克本以为手到擒来 然而马格尔尽凭借着毅力 控制住了自己 难道是药效被酒给稀释了 不过到了深夜 马格尔还是来到了杰克的房间 很快两人就发生了关系 从这以后 马格尔便不再讨厌杰克 但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杰克想完全控制马格尔 因此将剩余的药 全部倒入酒杯里 结果马格尔喝完后 却产生了副作用 不停地抽搐和挣扎 即便是身为医生的合伙人感到 也无济于事 临死前 马格尔怒吼着 杰克 我死了都要爱你 说完便没了气息 事后 马格尔被两人埋葬 杰克认为是黑珍珠 害死了马格尔 因此教训了黑珍珠一顿 但药是杰克亲自下的 所以这个锅 不该由珍珠来背 夜里 杰克来到马格尔的墓前忏悔 结果马格尔却突然破土而出 得知之前的一切后 马格尔表示自己很好 还主动带着杰克 在坟头来了一发 次日 杰克在马格尔家里 闻到了一股腐臭味 但马格尔却闻不到 你怎么看上去老了一些 你在瞎想什么呀 随后 杰克并将马格尔复活的消息 告诉了合伙人 合伙人根本不信 因为马格尔身上的防腐剂 是他亲手撒的 此时 马格尔突然现身 一刀砍下了合伙人的头 原来马格尔并未真正的复活 现在的他是活死人 因此才会发出腐臭味 给他两滴 他将终身属于你 原来是这个意思 此时的马格尔还想来一发 杰克为了自保 便只好向他开枪 然而活死人根本不怕子弹 你把我的新衣服都弄破了 杰克见此只好落荒而逃 一路逃到了树林里 马格尔的怪叫四处回荡 小南瓜你在哪里呀 杰克一个没留神 陷入了沼泽地 还好活死人的力气大 马格尔一把将杰克拉了出来 惊慌失措的杰克给了马格尔一脚 油灯因此掉落点燃了马格尔 接着杰克又一棍将马格尔推进沼泽 也许这样马格尔就会彻底死去吧 然而没想到马格尔竟然安然无恙 此时杰克陷入了绝境 眼见逃不掉后 杰克便狠下心来福都自尽 然而黑珍珠却没有因此就放过他 为了救活杰克 黑珍珠使用了黑魔法中的复活术 将杰克成功复活 从这一刻起 杰克将永远和马格尔在一起 只剩下一个头的合伙人 将作为观众全程旁观 来呀 折瘟呀 我的舌头还没有腐坏哦 今天的两个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我们下次见